第五題,第五題到第七題是題組 右圖是甲乙兩杯代表是阿瑞尼斯提出的電離說示意圖 回答五到七題 第五題是問,請問甲杯裡面的物質可能是 那我們看到甲杯裡面有一個正離子就會有一個負離子 我們的氫氧化鈉呢,是NaOH 它就是一個正離子,一個負離子 那我們的碳酸鈉呢,是Na2 Co3 所以它有兩個正離子,一個負離子 硫酸呢,是H2SO4 那也是呢,兩個正離子,一個負離子 氯化鈣呢,是CACL2 然後它是呢,一個正離子,兩個負離子 所以只有氫氧化鈉解離完之後呢 是一個正離子,一個負離子 第五題問我們說,請問甲杯裡面的物質可能是 我們答案選的A,氫氧化鈉